7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在北京召开发布会。 上海组织秘书长张明介绍日前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的重要成果。 张明介绍,上海组织各方逐步形成了政治互信、安全合作、 经济发展、人文交流和国际合作这五大合作支柱。 会议期间,各方领导人讨论了本组织各领域多边合作的发展前景, 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文件,是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成果丰硕的国际活动。 会议还特别强调要继续维护本组织地区的安全, 坚决打击三国势力,落实上河组织宪章的宗旨和目标, 坚定的洪凉上海精神。 各方一直认为,上河组织步入第三个十年, 已成为加强目标友好互信、扩大多边对话、 深化互利合作的监视平台, 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权威多边组织, 在当前复杂地缘政治条件之下, 为地区和全球的稳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张明介绍,会议期间共通过25份成果文件, 包括峰会的阿斯塔纳宣言, 以及20份涉及到政治、安全、经贸、 人文等等各领域合作的决议, 还有三份元首理事会声明。 在政治领域,阿斯塔纳宣言内容非常的丰富, 全面地反映了上河组织成员国, 就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以及一系列形势的深刻变化, 以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公式, 当然是值得关注、值得研究的。 安全合作方面, 这是上河组织成立以来坚持不懈所优先推动的合作方向。 本次峰会重点讨论了本组织的反恐、 禁毒、信息安全、打击有组织跨境犯罪, 等等领域的安全合作的现状与前景, 并通过了相关领域合作的战略及弱实行动计划。 张明说, 峰会通过了将2025年定为上河组织可持续发展年的决定。 峰会期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向倡议, 宣布2025年为上河组织可持续发展年, 这一倡议为上河组织成员国各国领导人所接受, 为此做出了上河组织2025可持续发展年的决定。 峰会结束后, 上河组织轮值主席国将由中方担任, 这也是中方第五次担任轮值主席国。 张明介绍, 近年来上河组织吸引力、国际形象和权威在不断提升, 上河组织成员国也首次实现了两位数的突破。 在国际合作方面, 近年来上河组织无论是在成员国覆盖范围方面, 还是从对话伙伴数量的角度都在稳步积极地扩大。 这也充分说明了上河组织的吸引力、 国际形象和权威性不断地在提升。 白俄罗斯加入本组织的程序已经完成, 在本组织内部法律地位由观察员国正式提升为成员国。 那么上河组织的成员国增加到了十个, 这个首次实现了两位数的突破。 张明强调, 上河组织始终全力推动和平与安全、 繁荣与发展来汇集人民, 无异于刻意追求增加成员国数量。 其基本原则就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组织一贯所追求的是加强合作与稳定, 而不是制造分裂。